做人也是这样 不管你什么能力 你这人好就是本钱 对吧 有时候老总 他身边就愿意要那种 踏实的 忠诚的 可靠的 人好 然后我们任何一个工作 如果你要需要一个可靠 你都会找人好的 所以我们要知道 人有不同的价值 因此作为父母 当你的孩子在学习上特别吃力 让你都真的发高血压了 那你就要研究一下 你的孩子特长在哪 不要千篇一律 照着学校的标准去逼他 因为有的孩子 你逼不出来的 您说过 您闺女也是 她们数学有点头疼 对 对 而且老天我认为她是这样 她认为她在这儿 没有给你这个本事的时候 她一定给你留了 另外一个本事 留另外一个本事 关键就是 对 丑瑶跟三毛 对 对吧 那数学都是零分 对 很多 很多厉害 所以你包括抽居儿 也是数学不好 那不影响她 二十大战在最危难的时候 带领英国去抵抗 对吧 所以我讲像这个过程 我们作为父母 要了解孩子 老师他是带全班的 但是作为父母 你是了解自己孩子 你自己什么水准 你孩子什么水准 你双方了解之后 所以我为什么讲 在孩子在到初中的时候 要跟孩子去聊他的未来 就是说 孩子你觉得 你做什么东西快乐 在聊到人 他的这个 比如他的价值取向 或者他的那个 未来的一个大致方向 比如说 我就喜欢文字 那你今后可以做小说 记者 对吧 如果你要说 我喜欢数字 你可以做金融 你可以做电脑 的IT 对吧 那么如果你说 我喜欢绘画 服装设计 什么 咱们这五美 多了 所以天无绝人之路 我们父母 不要成为孩子的绝路 我们父母经常把孩子 这个话说 好好 真的好 你不要觉得 你考不上大学 你就没有路 这是我们很多父母 给孩子的话 我觉得是绝路 就其实他这个父母 我觉得他还比较明白 就这个事 但是他现在担心的 就是这个小朋友 处在的这个环境 他会让其他小朋友 歧视他 不用 你看我 当时我觉得 可能也是我的专业 帮助我 我的孩子就刚讲到 中学的时候 数学不好 老师那时就说过 说你这孩子 肯定考不上大学 其他同学也会笑 我当时很不乐意 你知道我当时 怎么顶了 我怼人家 我说 就我所知 丘吉尔数学不及格 就我所知 戴安娜数学不及格 不影响他们成为名人 成为伟人 不过原话就是这个话 然后后来 他们班主任 悄悄地告诉我 说我们年纪领导 说了 这个你的孩子 你自己管不管 挺好 然后后来 我就跟孩子 讨论这个话题 结果我觉得 我的孩子 自己特有谱 他说我想 我想学音乐 然后我想当音乐老师 我突然就觉得特别好 为什么女孩 你当不了大学的 当中学 中学当不了 当小学 小学当不了幼儿园 只要是老师多快乐 所以后来 他自己选了这条道 然后我就去帮他 因此我就觉得 孩子吧 他自己要知道要什么 而且你也要跟他 去讨论这个话题 我当时为了他这个 我选择大概 我都甚至考虑到 就是说当导游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导游吧 导游 每天在外面走 身体多健康 然后你每天 就等于在上部 然后带着一个船 对吧 累死了 紧接触不同的人 当然那个 我说这个导游 可能我比较想象了 然后还有我说 你可以开自己的 什么想 想做手工的店 然后我说 你可以到那个 就是当那些 行政秘书 对吧 因为你整理文件 这些都没有问题 对吧 所以我觉得 天无绝人之路 我会替他想出很多 包括出国 他说我不去 我说为什么 他说我在国内 都活不好 我在法国 我还去 他就很明白的 自己要什么 所以现在你看 他当老师 他就跟我讲 真当老师 他说我特别快乐 他说那些语文 数学老师 都每天很痛苦 因为他们班 天下当音乐老师 对 他说我当音乐老师 我一进那班里头 就跟班那个最高个的 就很憨的孩子就说 老师 老师 你怎么 meal 这三个人 你吃飞机 我一直以为 我吃飞机 你吃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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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这些飞机 你吃飞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